这里躺着Paul Newman 他因眼眸变中色而死 Paul Newman生前曾自嘲自己的木字名 应该这样写 确实 Paul Newman那双蓝色的眼睛性感迷人 1953年8月 天气酷热在经纪人的空调办公室里 22岁的Juan Woodward 第一次看见了28岁的Paul Newman 认为他只是一张漂亮的脸 另一方面 Woodward的美丽吸引了Newman的注意力 他是现代而独立的 而我却害羞有点保守 那时候 Newman与低任妻子Jackie Reed结婚 并有了三个孩子 1957年拍摄电影 漫长孩炎热的夏天时 Paul和Juan火花飞扬起来 奇妙的化学反应 弥漫在他俩之间 1958年1月 Paul与低任妻子Jackie离婚后 与Juan开启了50年的婚姻生活 Paul和Juan夫妇俩 共同拍摄了多部电影 例如露台 巴黎蓝调 一种新的爱情 由Paul导演 Juan主演的影片是Richard Richard Paul Newman是一名职业赛车手 还是一名拥有酱汁和沙拉调味料品牌的企业家 其利润过亿美元 一直自利于慈善事业 像其他任何一对夫妇一样 Newman和Wood我的精力酸甜苦辣 也有困难时刻 有传言说Newman在外有外遇 在回答关于他婚姻出轨问题的时候 Newman说 我不喜欢讨论我的婚姻 但我会告诉你一些听起来很老套 但确实发生的事情是真的 我家里有牛排 我为什么要出去吃汉堡 在他俩的很多照片里呈现出来的状态是 舒适而自然的 一种完全放松的关系 2008年9月 饱受肺癌之苦 Newman在妻子和家人的包围下 病逝于自家农场 终年83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